余思永清對談 有些人擔心這次立法會的延任期 會否觸發到一些新的常態 類似萬年國代的狀況 什麼叫萬年國代 你說台灣以前有些什麼四川省代表湖北省代表 永遠都代表 因為這個完全不同的景況 因為蔣介石在大陸蹲不住逃到去台灣 他還想以中華民國或者中國的正統政府自居 他有個全國代表大會 他的黨代表或者是人民代表還是黨代表 我不懂得分 總之是各個省市都有代表 這些人 譬如你是重慶的代表 重慶都在共產黨首 沒有理由去選你的代表 他只好以前選出來 所以當時代表在台灣繼續做下去 這是台灣以前的情況 香港完全不是這回事 香港只不過 當然 反對派講法延遲的目的 就是因為看到 如果九月選 建制派會大敗 所以延後 特首的說法是為了保護香港人的安全 因為疫情嚴重 而延後 各有各的說法 我自己的意見 如果你說 怕選不了 而延後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這個問題 不可能在一年之內解決 沒有 轉機呢 轉機就是要 反對派重新定位 或者香港人重新定位 大陸的做法應該是 講給香港人聽 你選反對派 會有什麼結果 你說恐嚇也好 現實也好 你會告訴他們 如果香港人純粹是 想借這次選舉 去展現對北京的不滿 這種訊息 已經傳了很多次 北京也知道 也未必會 因為你傳這個訊息 而改變香港的態度 即北京在香港的政策 面對的不僅是 七百五十萬香港人的需要 也要面對十四億中國人的需要 他當然是 考慮十四億人的需要 多於七百五十萬人的需要 因為他要在大陸繼續執政 所以我自己覺得 香港人要考慮的 是怎樣的行為 會引導北京做一些 對香港有利的判斷 怎樣的行為 刺激北京之後 會令到北京做一些 對香港不利的決定 即我認為反對派的失誤 就是去做一些明知會刺激北京 令到北京做一些 對香港不利的行為 他都照做 這樣沒有益的 香港人自己都要選擇 你的選擇 會反映 將來北京會怎樣行的 你這個說法我明白的 因為我們以前都有交流 但在現實的環境上 你這種其實會不會都是一種 互惠因果的結果 當然是 當一些事情 對方不會改變的時候 你當然是爭取 因為人改變自己容易改變別人難 你是透過改變自己去爭取改變別人 你只是說你不合理 你要這樣才會合理 不要說是北京 你兒子 你說你這樣不合理 不可以這樣做 是不是會聽完你說呢 都未必會 我說看到兩艘船這樣走 會撞的時候 你自己轉軚離開 好過說你的船這樣走過來 就是撞我了 你走錯路你要轉 一般兩艘船相撞 在海市上是小艘讓大艘 大艘轉彎有時間轉 如果你不讓它便撞 撞哪個損失 你自己衡量 但香港人現在只是說 你不合理一定是你改變 不是我改變 我自己認為 就是香港人改到的機會 多過中共改到的機會 所以香港人自己比好過撞過去 這個是我的選擇 香港人可以有別的選擇 任何你的選擇 便承受自己選擇的結果 施先生我明白你這個說法 就是大船和小船之間的邏輯 但現在我們看得到 其實因為香港這個特殊的情況 變成了一個不僅是中港之間的大小船 還有很多旁邊零零星星 又有其他的船 其他的勢力 又有水流 那這種狀態 會不會不能夠用我們的簡單邏輯 去分析到那件事 因為我其實最怕的是什麼 如果我們用邏輯學去看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就跟真正發展那個 我就不是用邏輯 我用結果 用現實 不是邏輯來的 即是你會自己證明到你以前的選擇 是不是正確的 後果就可以證明到的 即是你反送中 是不是有成果呢 成果完之後變成了國安法 一樣可以送中一樣大規模 可以拘捕你 比以前更重要 你會知道一個地方的事情發展 哪些是主導力量 哪些是在旁邊的非主導的影響 非主導的影響都有影響 問題是你自己判斷 怎樣取捨對自己最有利 但是這個都是純粹於香港人和中央之間的一個不同 是的 所以 中央的取態 華盛頓的取態 都不是香港人可以扭轉到的 即是你不可以說 只是說道理叫他們改變 因為這些是利益問題 歷史問題 還有他們的選民支持的問題 他們的國內的各種勢力的取態問題 不是香港人這麼容易去跟他們說 就是說得到的 其實我們再細分一點 譬如商界在這幾天來說 香港就有一個狀況出來 就是看得到所謂Made in Hong Kong 以後就不能用 在美國的貨品那裡 這個又會有甚麼影響 對於整個博業裏面 最簡單就是說 現在它要當你是中國的一部分 香港人一向都不想跟中國完全一樣 現在美國都當你一樣 但是實際影響就不是那麼大 因為香港出口美國的東西 相對轉口中國的東西 比例是相當低的 如果它針對中國 那些要收重關稅 香港轉口的影響就會大 另外 香港和美國來說 是提供順差給美國的 我們買美國的東西 多於我們出口去美國 所以我也不贊成香港報復 如果你收我重稅 我就收你重稅 美國有東西我用的 我用的 我為甚麼不買 我收的重稅 對我沒有處 等於美國收香港重稅 收中國去的貨品重稅 它的人民 它的消費者 都要付出多些代價 或者它被迫買少些 都不是它的利益 所以我自己認為 香港是不用理它 當然影響有些 但那個影響是相對輕微的 實際可能是輕微的 但心理上好像都見到一些 心理上我說 美國要制約中國 包括制約香港 不是一個不確定因素 是一個非常之確定的因素 非常之確定 有甚麼叫做心理 心理上的壓力幾個月前 或者舊應該是一百年 我覺得你又不可以用你那種 前瞻的邏輯去想別人 所以這個是每個人自己的 我認為香港商界 大部分都有這個生理上比 我看他們的樣子 好像不是 就是見到他們出來見 當然要裝作 你覺得是裝作 當然你打我拳我壓不痛 我覺得 商界一直以來都是一個 在香港的政治板塊裏面 都有一定的影響力 他們當然不想 不想就要裝痛 左右做人難 那怎麼辦 沒得怎麼辦 主導過來要吃 你問敘利亞的人 問有甚麼怎麼辦 美國炸完 到土耳其炸 土耳其炸完 又俄羅斯來炸 跟著就 ISIS又來炸 那他怎麼辦 就是告訴你 這個世界不是你說甚麼就甚麼 這個世界有時很無奈 這個世界會演悲劇 看著它 大家不應該做的事 都會一路做下去 商界是不是 在這個時候都沒有甚麼可以做 那做甚麼 你說你做甚麼 你有甚麼事做 現在我和你對談 所以我問問你有甚麼可以做 當然沒有 不到你做 不到你做 不到你話事 亦都沒有喬良角色 亦都給不到甚麼意見 人家有更大的原因要這樣做 你有甚麼事可以令到他不敢做 好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談 一個